二万 卡二万 就是他了 你是猪脑啊 不想打八万的 他打了四个饼 六个条 他明明把这一万嘛 我不是要请你 我没有卡大了 你都能打这张 好了好了 都咋了 给钱啊 你等我给他 祝你家家一家也吃不上 先记着啊 李华 你来得正好 我晚上要出去一下 要我帮你吗 我遗憾有事 李华 你们三个接着玩 好的 打了一晚上了 好累啊 先不打了吧 我出去溜达给你 我们三个人 玩不是一样的吗 这么晚了 你别出去 不安全 就是 太晚了 我陪你吧 小太太 好好待着啊 这晚上商店 都关门了 有什么好玩的呀 出去溜达溜达 开车 来 少爷 你刚刚不是说想吃糖炒栗子 我去给你买吧 不用了 我去你就可以了 行不行 那行 多买点啊 我跟萧太太也要吃 哎呀 少爷 哎呀快 你快让他去吧 这大晚上的哪里有糖炒栗子卖的牙 有啊 开到特别晚 你不知道吧 没有 关门了呀 哎呀 有的 没事 让他让他去 我们在这儿等着啊 来 你看 看看花呢 谢谢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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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会不会走丢 我们要不要去找找他呀 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走丢呢 我说萧太太 你对我们家少爷挺关心的呀 那不是因为你们俩是我们家客人吧 对吧 你看他这不回来了吗 回来了 哪儿呢 他在 袁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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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保 袁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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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况紧急 我只能不告而知 虽然你没推研完 但是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必须马上同志南京 走 打开 打开 出来 你们几个从这儿冲进去 随便让人救我来 是 快 快快快 快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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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人呢 你打架 你打架 我 我 小大哥 是你 太危险了 快离开这儿 老别总 这是期望租界的必经之路 不要上了他们声东击西的档 科长 有三个人过来了 千万记住 要抓活的 行动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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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我们走 快点 快下来吧 别走 走 快走 你比我重要 走 快走 快快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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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开吧 我抑开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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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先生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滚蛋 这高科拜师没你们的事让开 这里是法族界 我们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废话滚开 五哥 他们可是在租界那里 咱们不管管吗 这租界是洋人的租界 洋人都没说话 你操什么心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们要搞搞清楚 我们该管什么 不该管什么 听清楚了吗 是 上车 我站了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天哪 少爷 那个被抓的人是怎么样 一个有本事 能够对付日本人的人 而萧先生为什么也在那 你怎么抓人呢 少爷 少爷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没看见刚才我跟渊宝 把日本人引开的吗 我是谁 我怎么会跟他们使鹰鹿的吧 我还想问问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你这几天一直在跟做梦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孙玉最好说实话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跟踪你啊 我知道了 少爷 他肯定也在跟踪我们 你肯定是想找个地儿 杀人灭口 霸占颜家的家产 我说对了吧 你真的是从南洋来的吗 上个头 走 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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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 走 小心 又撑 不要 不要不要 上上去 这好像洗了个晕子 好像是街深的地方 这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待会就不错了 开门 你们这么吵干什么 你怀孕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怀孕的女士 就别来打扰我 不是 别烦我 我不管别的 又怎么了 她怀孕了 什么 真是见鬼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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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什么时候会用枪的 好射呀 她怎么样了 她的身体表面 没有任何开放性的创伤 但她确实有很严重的内伤 可我给不了你们更多的结论了 那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 抱歉 先送你回家 小心啊 谢谢你啊 我朋友要是在出什么事的话 我再回来找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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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 谢谢 你们还要再回来 不要再回来了 别再回来了 这都什么事啊 见鬼了 特高克的事办得怎么样啊 谁 谁 走 什么啊 这边 原本 看着点 好 快 咱们 人呢 快 快 先进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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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 乖 回去睡觉 不许出声 我们马上就走了 安全了 少爷 你说这人怎么回事啊 我们好心救他 他居然一声不吭就跑了 现在怎么办啊 先把车处理掉 好 就这儿就这儿 那边 快走 怎么了 一手把 快 跟我来 我往前在这儿 快点 快点 站下 快点 站下 快点 队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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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滑旅社 对 现在这个是亚洲最大 最豪华的酒店 有二百三十一间房间 住着世界各国重要的客人 最重要的是 它现在是圆坤圆业的产业 圆坤 它是我老大 放心 现在你们两个 只有住到这里面去 别人才不会轻易动你们 但是记住 千万别随便出来 要不然 不但会连累我 还会连累园业 少爷 这个好 之前住的地方太危险了 我们搬过来吧 胡子 你还要我心领呢 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回去 回哪儿 飞尔德鲁 不就是行李吗 明天我去哪儿不行吗 不是行李的事 我们有要紧事 哪有什么要紧事啊 我们先搬过来 不是 少爷 好好好 好好好 喂 喂 喂 请记录 二一 八九 五四 九零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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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日本人在石榴铺码头 抓了我们的一个重要人物 当时 我们那个颜少爷也在场 重要人物 是徐副主任吗 你知道了什么 我刚刚接到一个任务 里边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徐副主任 这个人我认识 他是我们情报界的高层 还有一个叫巨金 但这个代号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那个颜少爷回来了吗 没有啊 跟我来 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什么 这是一本特文书 叫走向胜利的时刻 作者叫米歇尔 是德国当代的兵器大师 兵器 赠给我 最优秀的东方朋友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趟够辛苦的吧 你这人 我们拼命救你 你居然没是人一样的回来了 丽华 你带云宝姑娘上楼休息 我有些事情 要单独跟颜少爷聊 请吧 云宝姑娘 少爷 本来你进屋之前 我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你 比如说 为什么来上海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 今天晚上 又为何会在石油库码头 残酷先生 不过现在 我不想问了 我相信 当你想说的时候 你会告诉我 是吗 谢谢你今天晚上救了我 混蛋 纯祸 你们那么多人 竟然让他们给跑了 科长 那两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尤其是那个女人 本来 我们已经在一个弄堂的附近 堵住他们了 但是一转眼 就让他们跑了 弄堂 你少为你的愚蠢行为 给我找借口 不过请科家放心 他们跑不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 他们的身份特征 抓住他们 只是时间问题 科长 今晚抓到那个徐副主任 有没有交代上 他受了重伤 现在正在抢救 难道 就连和他接头的人 都没有看清楚吗 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再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不是点心铺的人吗 你看一下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应该是的 你们今天追的那个人 也是他吗 这个我不敢确定 不过那个女人倒是非常想的 沈大城点心铺 还有今晚的仓库 徐副主任出现的地方 这个人都出现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 难道他就是巨精 到目前为止 这个人可疑性最大 至少他也是一个知情者 转来 马上给我找到这个人 是 好 这么早把大家召集起来 是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昨天晚上徐副主任 在上海受伤被俘 是 是 是 对 是 咱们就这么尽管齐 徐副主任被捕之前 发挥了一份电报 说 根据巨精兵齐推演的判断 日本人很可能会在杭州湾登陆 希望我们向杭州湾增加兵力 现在徐副主任已经被捕了 这份电报的真假 一时还难以辨别 不过 仅凭一场 兵齐推演 就大规模的调兵潜将 这么做的话 恐怕不妥吧 是啊 仅凭一个人的纸上谈兵 很难成为咱们调兵潜将的理由吧 徐副主任去上海的事情 都有谁知道 除了他和我 就是巨精 这样一来 徐副主任的事情 很有可能和巨精有关 他可能是叛徒 那么他传回的消息 可信度有多大 日本人是怎么认识徐副主任的 而且 这么准确地了解 徐副主任的行踪 这也正是我最担忧的 问题 肯定出在我们内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更不能随意调兵 不然会中了日本人的 调虎离山之计就麻烦了 不管情报真假 必须上报最高统帅部 那就赶紧采取行动吧 否则 徐副主任的悲剧 还会重演 是这些事吗 少到巨精 看来是唯一办法 我马上出发去上海 军统上海站的人 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 没关 怎么了 暂时还是没有徐副主任的消息 不过军统那边 已经在调解人手 准备设法营救了 那个巨精 也没有消息 对了 你昨天跟那个颜少白 聊得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是巨精的话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先搞清楚 严家主仆的底细吧 好 这么早 烦不烦呢 你怎么可以挂我的电话 忘了规矩了 那我不是怕打扰你吗 喂 我知道了 坤 坤 你终于来了 来来来 快请坐吧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 非常好的消息 公布局昨天深夜通过了决议 从现在开始 由你来担任 薰部房的华人总探长 庆核一下吧 此时给我这个位置 你们一定也是斟酌在三了吧 你是个明白人 现在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整个华界 租界里的形势越来越不稳定 我希望依靠你的影响力 保持租界的稳定 这是我的职责 昨夜在十六铺仓库发生了一场大火 还进行了枪战 日本人现在正在那里搜捕 手下已经跟我汇报过了 我也关照过他们 轻易不要发生冲突 看起来我没有选错人 租界现在已经是一座孤岛 外面全都是日本人 我想问 如果日本人干扰了我们在租界里办案 那我该怎么办呢 只要不影响欧美同盟的核心利益 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知道了 快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现在是总华部 就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 我知道阁下下听什么 我会让我的手下少一些打打杀杀 会让巡捕们知道收敛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相关人的利益都要得到保证 该拿到手的钱 一分都不会少 这一句不能完美收成